明浪時尚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陳妍希 你好 你這次是第幾次來到米蘭? 這次是第一次耶 我第一次 非常感謝FairGamma帶我來到米蘭 那你來了以後 就是覺得米蘭是一個怎麼樣的城市? 第一次來到這裡 我覺得 這邊的人 打扮得很時尚 就在街頭上面你會看到 很多穿色彩很鮮豔的人 然後很多人看起來好像就是 剛從聖展壇裡面出來的 就是很多人都會打扮得特別的時尚 還蠻有趣的 那和你來之前就是想像中的 米蘭的時尚之路的這種感覺 是一樣嗎? 其實來之前 並沒有太多的想像 然後可是來到這裡 其實以前就有聽過人家說 就是 這邊的人就是會打扮得比較 時髦跟色彩鮮豔一些 就昨天一到真的看到這邊 街頭上的人 真的很多看起來都是 電影明星 好像就很像看他們是 在拍電影的那種人跑出來 或者是 一些model之類的 那就是在你看來 你覺得什麼樣的女生是最時尚的 什麼樣的女生是最時尚的? 我覺得 懂得穿出具有自己味道的女生是時尚的 嗯 那平時在生活中 你會選擇什麼樣風格的著裝? 平時在自己私底下 其實 因為工作都已經要打扮得很華麗了 所以自己私底下 其實是喜歡穿得比較休閒一點的 盡量以舒服為主 那當然 舒服當中如果說可以 還是穿的 有 有個性一點點的 服飾會是我喜歡的 然後 嗯 復古的風格也是我很喜歡的 嗯 那你有沒有就是 喜歡的設計師 嗯 喜歡的設計師 呃 Ferrogram當然是我很喜歡的牌子 我覺得它是個很 很優雅的 呃 可是又 呃 現在要很簡單很低調的一個 呃 服裝品牌 然後 嗯 比如說 Chloe或者是Balenciaga 我也都還蠻喜歡的 呃 Valentino 我覺得他們的 設計風格很很很浪漫 然後 呃 還有一個牌子叫做 Isabel Marant 他們的東西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 呃 都還蠻 平易近人的 可是又很有自己的風格 嗯 嗯 嗯 哦 好好 嗯 就是有沒有想過自己 嘗試設計服裝景 或者是和 呃 品牌來做一些這方面的合作 嗯 我覺得 呃 設計服裝 感覺還蠻有趣的 可以讓人變漂亮 然後 呃 可是目前我一直沒有這樣的計畫啦 那如果說以後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也不排斥 嗯 嗯 嗯 就是 嗯 就是在那些年 就這部電影裡面 嗯 就是你的 就是你飾演的這個角色 就是讓大家 呃 都影響非常深刻 嗯 然後就是我想問的是 你會不會擔心 自己會 局限在 就是類似的 抉擇裡面 我其實真的覺得還好欸 因為其實 呃 那個之後還是會有各式各樣的本來找我 那我覺得其實 就是只要自己不去局限自己 然後勇敢嘗試各種角色 我其實並沒有太擔心 嗯 嗯 那你有沒有就是現在有 呃 希望挑戰的 呃 就是 嗯 呃 嗯 呃 我還蠻想要挑戰人物傳記 因為我覺得可以詮釋一個人的一生 然後經歷他所經歷的所有人生物轉折 我覺得會很有趣 然後 或者是一些可能帶有人格缺陷的一些人 我覺得那個 會更真實 對 就是其實就是我覺得人生中 就是會有很多坑坑爸爸跟 跟不完美的事情 呃 對 那些我覺得都還蠻想要嘗試的 嗯 嗯 嗯 就經歷的工作的重心方面的話 呃 是時尚這一塊是會 嗯 嗯 就是比如會再大嗎 呃 呃 我覺得事上這一塊一直都會繼續 繼續關注跟繼續 呃 就是學習 那 呃 就是在拍戲跟 呃 歌唱之餘一定都還是會持續的 嗯 嗯 嗯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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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相對的簡單跟直接的 而且是非常的純粹的 嗯 不聽 對 谢谢大家